各位朋友各位菲薩大加雜阿蜜阿蜜阿蜜 少到越多麵包 早根本就鬧出鴛鴦鴦在吸水啦 自己看 好不操啦 非洲清早 早上一回 好 再來 173開始 這一次我們要做10點鐘 90級了 我一個這裡會去放一些柔性的軟性的 熱派的 可是這不是強制性 這個小朋友會去放一些柔性的軟性的軟性 我會去放一些柔性的軟性 但是從來都沒有渡是 有個很小的軟性的軟性 所以我會去放一些柔性的軟性 和十分為軟性的軟性 他說值得 他說值得物件 他只是分享 既然既然既然可以分享 物件他只是 參一咖 分他一杯羹 就像向羽劉邦當年打 向羽說 分我一杯羹 可是 劉邦跟向羽講分我一杯羹 叫向羽把他爸爸殺了 殺了之後 再分他一杯羹 反正他爸爸也不是劉邦自己殺的 所以就把向羽氣死 本來想瑕疵他爸爸來威脅他 劉邦是這麼樣一個人 後來為什麼 也不一定後來 陳大志不居小結之類的也是這樣 當然一個爸爸的生命跟 你要成就 豐公偉勇的打下天下 天下太平 一個重要 自己可以衡量 那有些人像孫 孟子裡頭有故事 他裡面背著爸爸 還不去跟人家爭奪這個天下 那劉邦忙了一輩子的天下 現在可盡安在在 可他對我們中華文化或漢人 你看現在漢都還用他的國號 也不能說他沒有 就像秦始皇 不能說他沒有公演 可能這些公演難道是他當初 為了增添下想要得到的東西嗎 恐怕就未必了 我們也只有阿彌陀人還是要活著智慧一點 對講一個 Wave plan 主要是細節 那前面學的unipoint 上一節後面 就是他在宣告的時候一定就會跟一個 普通指針細節 new出來的普通指針細節在一起 那我們觀念也要 很多都是觀念問題 觀念要建立正確好 沒有什麼動態系立體什麼 不要去記那麼多知道有這個就好 重點是new出來的和被new出來的東西有差別 真正的重點真正的賊 勤賊先勤王其實是那個new那個東西 new這個運算子 他其實就是配置出來的就是一種動態 固件 都跟動態記憶體或者智慧指針氣息相關 這個wave point細節 是share point並不會改變 對啊他不會參與 反正他只是分享而已 他不參與 share point一樣可以有好幾個wave point 同時讓一個wave 但share point wave point並不會主宰他 所指物件 的生死 反而由他所細節的 來處宰 且當隨著 参考軍的歸零或都消亡 該惡也亡 而指向該惡件的時候 卻人會存在 啊 人會存在 所以他若關聯 對 所以這個若wake是表示他跟 很重要 那他不就成為玄之子針了嗎 對呀 對呀有什麼六成的選擇指標 奇怪 其實也不會甩他們 物質消防群隊 還有他 物件死他的 不管wapoint還指不指向他 那他不覺得我比利略的1分 威力不得了 wapoint point to you Hence is the name We can, we should capture the idea 這個名字為什麼叫We can,它的意思就是要表達 英文用Capture我們中文就要翻成表達 抓住捕捉一種概念 就表達出一種意念或形象意象就是 它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瘋我一根根啊 有沒有都好 就是分一根根的概念 有也好沒有也沒差的意思 其實他們設計這個WavePoint可能就是為了在 這個平衡屋 是 是 是 有一點我們有的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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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就是 就是 這只向形別為T,騎姿為Waypoint 弄得Waypoint 然後寫由 來初始化,所以他初始化他是藉由 藉由Sharepoint來初始化 是引述 其實相同性與Sharepoint T是相同 T和Sharepoint就知道心別必須有轉化關係 總之心別都要兼顧到就對了 即使是心轉化,我也很想要換 P可以是一個心患犯犯,或是一個鳳壘都可以 所以他具有指定的關係 我也用軟性的 共享所有權 軟性 柔性 悲強自信 可有可無的 再加一個可有可無的 有也好沒有也沒差嘛 重要他具備指定拷貝的關係 指名一個可以指向的性別T 當然也可能是程式庫性別就是這個顏色 當然也會是那件 重色就會讓 這沒有帶入的東西嘛 他也好像也不接受引數 所以這就是把他歸零 就是歸零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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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count W共享所有權的 對不對 所以這次可見 Use count的回傳值都是參考技術 就是參考技術 參考技術 是五關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 你不要以為包括 WEEK在內有多少分享 共享所有權 其實只有SharePoint而已 其實只有SharePoint而已 X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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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測試 如果Use Com是0就會穿 因為它是0就是表示它是0嘛 我會不會讓我給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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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跟share point相關的 回傳的值跟share point是無關的 反而他可以量測他 如果expire為True 如果expire回傳True 就回傳一個No 空的share point 我已經初始化了 空的share point 我這回傳一個有效的 share point 指向他所托管的物件 我都回傳一個指向 應該是這樣中文文法應該是這樣 或者 就會回傳一個指向W 對不對 這個 Wake point Wake point W所指 物件 指向 這個Wake point 所指 所指 物件的share point 就是回傳的 就是回傳的 現在指向的 會是和 Wake point 指向的物件 會是和W指向的 是同一個物件 這就是 是 share point 和Wave point Wave point 之類的關係 錯誤的 我們那個有就可以 對呀 那個排版 放到另外一個 建構一個Wave point 建構就是初始化了 直接有一個來初始化 沒有 這也是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Wave point 跟 share point 的關係 或者說 Wave point 的建構 是由 然後 share point 來初始化 P make sure 取得一個 make sure 他會回傳 share point 再用那個share point 去給他初始化 會 weekly share with p 他會 惹性的 或有若無的 可有可無的 但 是可有可無很好 可以喔 也可以沒有 沒有也沒差 他也沒差 反正他有 aspire和 lock來判斷 他是不是選擇 可是這就好玩啦 這我在想喔 可不可以讓他 在執行reset 因為剛剛 前面我們測試了 旋置的指針 來我們這裡再玩玩看 比如說 現在 對不對 這是一個share point 那我一個week point 也是要印 要一樣 然後用 sp來初始化 然後當 sp 那個reset 那個reset 還原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cr week lock 把它 然後一樣 aspire 把它印出來 我執行到這裡你看看 然後 然後 我再把它reset 會怎麼樣 或者 讓他變成空指標 因為我們前面發現 不行對不對 你執行到這裡看嗎 喔 你看 這怎麼了 我 None point 唉唷還不行欸 他不具備這個運算 然後那個有具備這個運算對不對 我們開信使通 UNIPOINT有這個運算 WAIT POINT還沒有 看表格 瀏覽表格Ctrl G就夠啊 Q是share point可以 有這個運算 Table出現了 這是share point Table unit有沒有 他沒有 他不接受這個 發現他沒有這個 P Table un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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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定義 不想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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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RROR號碼是267 右邊的運算員 不可以 他不能轉換 所以他不會是空指標啊 對不對 你看 他這句話就是不能是 There is no 或者 或者也許是推測之時啊 沒有 另外 我們說 我們可以 發音 用resel才行 他有指定,可是不能指定成 這個 NodePoint 他有指定 卻不能指定成NodePoint 又運算人 運算出不需要 計算出 計算出到底有什麼重要 運算員 各取一個 運算值 運算資金 不能是空指針 前面是說他變懸置的不能走 那一樣啊 SharePoint也不能 事情到這裡看 對 對 sp reset empty mkaspire aspire spell是表示True嗎 E嗎 True就是1 沒錯 過期了 然後 Lock呢 True 被鎖住的是 000 Lock讀不出來 000就是False 所以他這裡說Lock是怎樣 傳為主就傳為一個None 0是None沒錯 我傳為一個空的 所以你印出來是000嗎 None的值在C加裡頭有0 我都會傳為一個指向 Reset呢 OK這時候 可以讓他變成一個空的有沒有Empty這時候他才Empty剛剛還不是Empty 歸零 嗯 一定要用這個 再試一次 SP 歸零 Reset SP變空的 他這個只是過期不是歸零Empty 有沒有 這印出來了 這個還是000 然後 Reset 才是歸零跟這個一樣 他才會 Reset他才會Empty 這時候你再取得Get他就 出錯 P等於 000 他從來還是一個空子針 DeleteP 還可以 P 空子針 不會出錯 來看一下 P等於空子針 然後你Delete他 空子針 沒有指向東西Delete 就沒有殺除 也不會清除記憶體 所以不會說一個記憶體上 你對空子針 再多次的刪除等於是白費工 不會說損壞記憶體區應該是這樣 再把它射成他本來又是空子針 然後 這時候應該P就是空子針 P Get P 這不要更新就好 如果他是空子針就贏出來 P等於空子針 執行到這一行我們看看 對啊 對不對 空子針 刪除他也是刪除 所以這裡啊我們 不傳可是可以貼到這 貼到這裡就說 好 這個底下再上好了 這是2 這是1 Breturn 1 然後 應該說point 印出來 這point出來是0000 空子針 然後這個是reset的時候 降調一下 並不能用 降調一下並不能用 然後呢 AutoP 得到這個 這個時候得到的時候他當然是空子針 他已經是reset的空子針 這裡在P還是空子針 然後 會印出 AutoP 被印出 被印出是 Pointed 沒錯吧 英文太破了 DeleteP 這裡不是DeleteP 對空子針 AutoP 來做工 對不對 來做工 P等於空子針 CB AutoP 多詞以典唱 要做 跌床架 這樣做 四十多詞以典唱 你這不儲存我那裏還不能用 我把它貼到那裏 AutoP AutoShip AutoShip 這裏先刪了 P屹成一樣的 對啦 了解一下他的特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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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用 初始的話是這個,這個可以放上面 這個放下面 這樣恐怕會連在一起 中文版這裡又翻成技術參考 問題答對了 就是因為v'無法掌握他所知 物件的生死權 沒有人家這樣造句的 反正我們也有語弊,你要一次改,然後一次就好 所以我們並不能只用v'point 對齊縮子物件來存取 如果存取該外,這必須用韓式方法lock lock會傳回 share point 會先檢查交換他的 會碰你手指的物件是否還存 如果 余物件仍然有效存在那個 那個物業 什麼余物件 如果那個物件仍然有效 那麼lock就會回傳一個指向該物件 share point 否則就會回傳一個 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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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齊縮版又偶無 對齊 不管他 前面應該定陣錯了就不管 lock share point 重回一個 對不對 他傳回的假如不是空指標 就true 才會執行這裡 假如傳回是空指標 這一段就不遲了 如果他不是空的share point指標 inside this if 在這個if區塊裡頭 np share is option p with wp np和wp是共用物件 那個wp可能是從這裡來的前面 對不對 沒錯 英文未必有誤 他指的P是這個 他分兩段講 回去看元素 我們找這個就可以了 我準備來做菜 我們來做這個 看看 呈現這個來的嗎 層前 可能是層前面這個 所以他才說他跟他共享 沒錯啊 因為他指派給他 他又回傳了他 所以現在批根這個 他其實是共識一個 對不對 所以他單獨的技術 這有點危險 他總不會 這有點像是獨立在宣告一個share point 他可能透過這week 把兩個share point綁在一起 難道參考幾乎現在變成二嗎 這有意思 對不對 層前面在 沒錯 他以他做初始化 自然他就是P了 講的P應該是這個P 我們用這個去 是不是 share vp 前面是這個嘛 對 這個就是 不是 你不想說他 for example 他以為他是獨立的 要講說 接著前面那個例子 切開來 所以他就叫你說 點這裡去看 整個的城市碼 他前面一定是 就是前面那一段 他就原來是一個完整 他切成兩部分去敘述 哪邊 那是這個嗎 就是用Stream Brought Point 皮膚 對不對 拉克裡面 就是這樣 對 對 他是承接這個 對 他是承接這個 他是承接這個 應該是非 應該是非 是承前面這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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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啊 好玩的是他現在參考機做多少 很難 比如說像這樣 對不對到這裡ok了 我再用一個Function Function裡頭不能有Function 我想 難道可以操縱Function嗎 我看到 這個是SharePoint 這個是SharePoint 然後 他用Wake P等於 被指定給他 當然啊 他複製 不知道 我們要用WP 跟他一樣叫NNNNP吧 那要叫WP 我們先用W就好 Inclose function 不能去參照 這兩個拉出來 把這個再拉出來 這裡要頁印 你給他了 我看 Use count有多少 然後我再看 SP的Use count有多少 他還有Unit 把他印出來 對啊 NP呢 Use count Uni 把他印出來 運出來看會怎麼樣 執行到這裡 錯 這樣他沒有執行 應該是這裡 宣告S S 呼叫S 可以嗎 呼叫一定要用呼叫印算子 已經 不行嗎 他 會控的呼叫 對啊可以嗎 因為他這個公用變數 真的 所以有兩個share point 他共享 綁在一起 對不對 2200 0就是False 22 count Unit是False 002 兩個 明明就1啊 所以如此 所以如此 22001 002 002就是 print0 4 應該自己知道 就不用 可見 可見 NP與 SP4 等同於 指定或 指定和拷貝 這樣 並不是各自 獨立宣告的學 並不是那種 各自獨立宣告的學妹 很重要 22 他其實是2 道理說他是1 我們這裡改一下 反正他P W改成WP 可以把全部取代 因為這沒有單字W 1 2 3個太陽 3個太陽 因為他在用WP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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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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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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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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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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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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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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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2 指標類別 它本身也是個指標類別 因為它是具備指標的運算嘛 指標可以逆增逆減啊 既然它的指標會經過寫暗示暗 它的指標就是check 因為已經會是這樣 不能帶來直接翻傳過去實力 你 check the C P is a share point to the vector 就會死了 Stream Barber 指降的那個 所以它是一個指標類別 我們前面說不對 對呀指標類別它可以跑 它是一個指標 沒錯 所以它叫pointer 因為它具備指標性質 我們後面有領悟到 所以所謂的什麼樣的類別 你就看它有什麼特性 能做什麼樣的運算 怎麼樣的功能 因為它的成員還是check回傳的和 Stream Barber 不同 Stream Barber 常回的那個check Stream Barber 不回傳 可是它會回傳一個 智慧是一個智慧叫smart 可見掉一個類別 往往冰杯直接使用概念 都是可以 所以 蛤 好 解決了 解決了 我們這剛好沒辦法 阿彌陀佛少造業多年 阿彌陀佛少召夜各念佛各位菩薩各位朋友大家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這個 西迦加勒自秀 十五一二開始 二十七三一 在中文版做容易point 所以他對於指向的物件並沒有佔優力 可以說他對於指向的物件生命周期並沒有興趣 他對指向的物件生命周期並沒有興趣 可以說unipoint是佔優力最強 我們要分享 既以為人其欲,既以為人其欲 未point則最不管事 可以說是窘類別很強 窘類別 請要提到 窘類別也是不錯的反應 我是來自沒有興趣 總之他什麼叫dome類別 就是說 沒有結構器的 就是他消失的時候他也不吭一聲 留下一堆爛攤子也不給人家講 你自己不要親也可以叫人家幫你親 他可能雅類別是這個意思 或語類 他不知道啥啥 因此 謊言說自物件的生死 是交由某個share point帶回頭 因此 將一個vipoint和share point細節並不會改變那個share point的參考區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一旦指向 開物件的最後一個share point消失 不管還有多少vipoint指向著他 那個物件本身就會被share point調用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那麼多也就是 正因為 那時候可能就要遷就英文版 中文哪有人這樣講 正因為vipoint這樣的quote性 所以 他才會叫做vipoint 這也透露 他在共用物件上是不強勢 對 他在共用物件時是不強勢 vipoint機名為智慧比較 因此當我們創建一個vipoint的同時 你就會用一個share point作為初期來 來將他處置 以便他指向的物件能得到有效的空管 有效的空管就是能夠delete itself 好嗎 那還是交給share point去換 Mac 這個是share point 然後將那個pshare point 作為他的初始器 創建一個wp wp是共享了share pointp所有指向的物件 但並不會干涉p的參考技術 及該物件的生命長度 p中的使用技術 及參考技術 不變 並不會 應有多少個 與他共享物件 並不會因為有多少個違法 與他共享物件 與他共享物件 W weekly share with p use count increase is unchanged 在p裡頭的use count 首先他的名字就這樣來 使用技術 use count 就是使用技術 很好 使用 用 這裡 wp和p都指向同樣的物件 因為這個功用 非是強勢 所以在創建wp的同時 wp的同時 並不會動到p的參考技術 而wp所指的 不見 有可能在他還指向他們 的時候 就被p刪除 不見 這其實他們怪怪的 因為很多 一切是多對一 很多的p只向一個 不會說好多個物件 wp所指的物件 也可能在他還指向他 那些物件 事 就被p刪除 有可能在他還指向 那些物件事就被p刪除 就被p刪除 而藉由wpoint 來春取其底層物正前 必須先用lark來檢查 該物件是否 存在否 是否仍然存在否 來檢查該物件的存在否 是否仍然存在否 這個我也有點文言 是否仍然存在否 這比較弱的時候 多了一個字 正因為如此 雖然還有wp 但其實說指向物件可能已不復存在 wp都成了來義指標 雄之指標 因此一般的情況下 其實他不是真的選字指標 我們剛剛測試過 之前 因此 就是不要了 因此 並不適合 貿然使用 一個wp 來春取其所指的物件 是否仍然存在 存取該物件 因需 先呼叫lark 乘用還在 確定該物件是否 還存在 當然還是會查看 vpoint 說指的物件是否 依然存在 如果是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 expire就好啦 好 唉呦 何必要 expire是 true 那就表示他已經是一個無效的指標了 沒有指向任何物件 那他假如不是空子標你要用reset 不能用等於none point 物件是否還存 是否依然存在 還存在 若是 還存在Lock就會回傳一個 point share point來指向那個存在的物件 這個回傳的share point就跟其他的share point一樣 都能保證只要share point 的倡考技術飛零他做指向地上物件就沒有被 會一直存在到所有的share point都消失為止 舉例來說 從這裡翻得很順 如果np不是none 就是true 對啊 因為none會錘會傳0嘛0就是for 在if內 np會 lb共用其物件沒錯 這不是物作 也對啦 可是英文版這裡做p喔 跳太快 誰會去還顧前面 這倒不一定是物作 前面我們更正過 英文版 英文版 應該說英文版 將 wt做 p 不太適當 p還在前面 安看 會不明所以 嗯 會不明所以 嗯 嗯 那你如果 這樣看這裏的城市麻煩你會負責 應該是這樣的 以上城市 以上城市只會在那個回傳的不是那種時 才會進入 或者這樣白話一點國文一點 中文一點以上城市只會在那個回傳的不是那種時才會進入 if 本體 才會進入if本體 在if 本體內 就能夠安全的 使用np來存取np與lps的指標 因此 安全的就放心 放心就安全 就能夠放心 這個一樣 錶前面有了我們就 有列過 這是90級 指標有修性經過檢討的指標 這是很棒的 所以有時候 不得已啦 當然這種沒有人這種標題的 可是我們以學習為方便 翻譯不是容易的事 具備檢查查機制的指標類別 什麼叫做指標類別 也不過就是他的成員還是支援的如同指標 對啊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Streambar 中的 這兩個成員還是 就是 就是模擬 模仿 內建型別 標題指標的 加加 印算值的功能 或者說利用了加加獲得 解參考印算值的功能 來達到所謂的指標類別 該提供的 性能 諸如地震 推進 和解參考 等的操作印算 只要有這樣的 的成 只要具有 只要具有這樣的 的成員還是 只要具有這樣的成員還是 只要具有這樣的功能的成員 只要具有這樣的功能 只要具有這樣 功能的成員還是 大概 就可 視之為 指標類別 只要一個類別 具有 這樣功能的成員大概就可 視之為指標類別 視之為指標類別 所以類別 叫 抽象資料結構 或者視抽象資料 只要其資料 此資料是指類別類的內容 結構符合某些特性會具備 哪些功能就是哪類 這是相當好 為了示範WebPoint是幹什麼用的 用WebPoint有什麼 好處 我們可以為我們呈定義的 這已經直接 這都是 中文版 這是我自己補充的新的 為了示範WebPoint是幹什麼用的 用WebPoint又有什麼好處 又有什麼必要 我們可以為我們呈定義過的 StreamProv 再定義一個 給他相伴 指標類別 我們將這個指標類別命名為 StreamProv 它將會儲存一個 StreamProv Data 這個資料成員 來初始化 Data這個資料成員來初始化的 诶 對 資料成員我們好像是用深藍色 我們自定義的顏色 對不對 這就是資料 那個 功能變色其實就是資料成員 Data這個資料成員來初始化 的Point 這個WebPoint 而會 指向StreamProv中的Data SharePoint的性別的資料成員指向Data 對 他用他StreamProvData這個 智慧指針 他將會儲存一個由StreamProvData這個資料成員來初始化的WebPoint 這個 那時候我們看這個就看不到東西 終於懂 這個StreamProv型別的資料成員來初始化的WebPoint 也就是用 SharePoint來初始化WebPoint 前面彈那麼多 而這個WebPoint則會指向 就會 不會 不要額這個 這樣 應該說這樣的話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 這個 這樣一來這個WebPoint就會指向 就 也會 指向StreamProvData這個SharePoint的性別 資料成員 指向 指向 的Vector 應該說 這樣一來這個WebPoint也就 也就會 和 StreamProvData Data 這個 這個SharePoint形別的資料成員 指向 同一個 Vector 因為他是用SharePoint來初始化 指向就同一個而且他又不會影響 這個 Data的參考技術 對不對 Data Data現在是SharePoint的性別 也就是 與Stream中的這個SharePoint共享其所指的 所指的 Vector 物件 完全正確 物件通常是 區域變數 我們可以用的電子 這是類別 那形別 類別 產生出來製造出來產品 形別物件 那就是 通常就是作為區域變數用 對啦 你看那個英文誰看得懂 那時候我還記得還有印象 講的就是這個嘛 簡單明瞭你要掌握觀念 確實就是這樣 他就不希望影響原來DataStreamBrop裡頭的這個Data成員的 那個什麼 參考技術 又能夠 做一個把關 對不對 看他這個 Vector 還有沒有效 是這樣 還在不在 檢查Vector在不在其實用 Data他只是說 想要用這個來表示 其實用Data 用他 User account來測試就可以啦 對不對 可是好像用WakePoint會比較好 因為你SharePoint裡頭他只有User account成員函式 他沒有這種Lock或者Expire 成員函式 那你用SharePoint的話 剩下1 萬一不是剩下1呢 他就假如是懸置只能像我們前面的那個物殺掉 那個 我們前面測試過那個SharePoint機會都不能用 可能是這樣 所以才要需要用WakePoint Poiter來 確定一下那個物件還在不在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補上什麼 因此 就可以 藉由 WakePoint 你看他那個表就列他獨有的計算 WakePoint 獨有的 Aspire 運算來判 看看這個 還存不存在 嗯 A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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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Espire 然後Sprimbar Point在這邊 參考defining,Sprimbar開 對阿 必須讓他 變成朋友 而且 朋友裡頭 不是韓式是朋友 韓式做朋友是當介面用 那如果是類別做朋友記得加上類別 韓式就不用加這個類別class這個關鍵字 Sprimbar的意思是這個 這很好 二進位 對 Barg的意思 二進位是大型 Finary 就這四個字 Barg Barg Object Ob Barg 縮寫為Barg 這都已經講那麼明白 這個 大寫O這個小寫B是因為Ob是一組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是當個專業名詞可以第一個字大寫 然後全部大寫 當然可以 在資料庫管理系統中講二進位 資料儲存為一個單一的 單一個體的記號 有文字 非結構化 物件之類 沒有未經 這應該翻成未經結構化 如果非的話 中文的非就是 未經是他可以結構 而不經過結構 非的話就是 與結構屬性是相似的 他說翻譯佛經這個無 無啊 對不對 一胡無明靜 用無用非 用什麼 這叫斟酌 用未 對不對 用眉 他說沒有眉嗎 未就是眉嘛 國文不好 Ager Bar Ager Bar Ager是微軟 那個藍天 微軟的那個雲端運算 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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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俗生體和俗生大量非結構 新化物件 文字都剩非結構 Ager Bar Ager Bar Ager Bar 有事不能光查字典 看看一方文章 參考資料 對錯問題 需複習簽考前面的 Gram 這裡指的是對錯問題 回到二座 參考前面有關不然建立關係的論述 會在四個層區一個不存在的元核值 丟出一個遺憾 重要 重量 如果檢查成功後會重回一個Share Point 指向Vector 他是用Lock 來操作 他這也沒有執行 他只有 宣告沒有定義 若未提供初始期串列 則會 IMPRESSIS INITIALA Vector 是NO 對啊 Vector Vector 就會變成一個空指針 所以對Vector 預設初始化即是一個空的智慧 有這個東西 應該是我打錯吧 中間不能有跌裂 什麼叫空的智慧指標 空的智慧指標跟空指標應該是一樣 性能不一樣 智慧指標他畢竟有他的特性屬性 We use default argument to initialize a occur to denote the first element by default 我們用一個預設的 引數 來初始化 Occure 資料成員 以指出這個 Vector 裡頭的第一個元素 遺設情況下指向那個Vector容器的地位 就像我們看到Sz size 他的 參數 will be used by the end Number of 會被END的這個成員函式使用到 Sz這個參數 會不會 這個應該是Sz是 他沒有Sz Sz 有參數 翻譯優優優 我們使用一個預設 將預設出 將Accure預設出的話也代表第1個元素 Vector的第1個元素 哪一個第1個元素也不講清楚 原文就講不清楚 這不是中文 如我們所見 目前尚未見N 按此資料成員 如果按手機 是我們將會見到 是我們所見 他現在還沒定義END 那Streambar我們現在做的Streambar還沒 用到END 目前尚未見N 目前尚未見N 也翻成如果我們之後會見到 附近義者再次會進行去 卻 精確地去翻譯 要注意並不能將Streambar Point和長者的Streambar聯繫在一起 這個限制因為他 是因為Stream Point的第2個建構 期待的是一個 非常值得參考 Streambar的參考 對呀 啊 煩什麼 為了遷就原文 你就知道 看到這個 看看別人想想想 見不行而內自行 以後翻譯 除非你是做文學翻譯可能更緊 有沒有要更講究一點 然後更謹慎 一般技術你翻對意思就好 來 這是怕 那個人家 他 我們貼的存文字可能沒有網址 我想這兩個應該是同意 沒錯 看不懂根本就是 很多網頁文章也會看一看 看不懂根本就是翻譯的人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不要懷疑 人家翻好把他拉清楚你程度再差你也會看得懂 他就是翻譯的人出問題 都以為人家是翻譯家 都以為人家是翻譯家 掛一個譯者 好像他很懂 不知道裡頭問題還多著很 好貓 難道他是胡川安嗎 還是 顏紅中 助理教授 跟我登記 不過他可能是專人的 我比他差 我只是堅忍 上了一集就副教授 英卑是這輩子不會去升官 除非人家禮聘 算了 喔我桃之夭夭 學界和教育界太糟糕 我 自求 我道 跟道道道一樣 事到如此 憤怒 月老生者又有幾個 沒錯 是啊 所以這叫什麼拜犯如來嗎 拜犯如來家也 不是必犯 拜犯 必是輔助 拜犯好像把他當 賣那個什麼 賣股去賣 股物才能滿販 販販賣 啊也做必犯喔 他做必犯是什麼 皮匠 必犯就是輔助的小匠副匠 就是以前那個軍閥常有的副官那個 那是當小販來讀才對 拜官也是小的 也是 卑賤 拜官 小販 卑賤體委 不用去說人家是非 我還要收窮 不少人討論 所以大家都蠻有心的喔 好人真的蠻多 也許大家從木門到房間 蛤 徹底放棄選擇 利用一個 蛤 小利益 日本 日文 日文你看完全用漢字就翻 不會吧 從入門到放棄 查一下 出門到出軌 出門到吐醒 哈哈哈哈哈 從入門到蓋行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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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从路门到山左手里 第八号交上去好像还不错 没有版权吧 免得又多怎么样 算了不等他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串流 脸书的直播 对啊 隐材你不要那么阳精邦英文 批评中文版本 关键就是他传回了一个sharing point指针 他是一个check 这个check 会传回sharing point指针 因为他藉由lock lock就是会传回sharing point指针 这个标红的跟他对应 这个标红的跟他对应 所以你看到最后是return rate 对 那ret的auto 其实就sharing point 他用auto去判断 其实传回的还是很sharing 对不对 那如果 rat 是0的话 就这个是true 否定之后 所以他是0 否定变1 然后就丢出一个例外 表示rat 是0指针 空指针就表示他们有指向 没有指向任何事物 就是没有细节到 就是说一个没有细节的指针 我这个指标类别 并没有指向任何 叫backer这个容器 我记得我们在写这个时候 他还叫我们要引用一个东西 如果你要像他这样写圈名 对不对 这个是如果 i大于这个指标index 大于这个rat 解采考 rat假如不是空指针 他就指向一个实物 他是借由sharing point 共享物件 那指向的 他是指针指向的 当然是一个vector 那把这个指针解采考 就是指向的他本身 指向vector 解采考之后就是vector vector 底下有sign的成员函式 就可以调用 这个解采考之后 存取他的成员函式 out of range 如果他大于他 大于等于size 都不行 因为所影要小于 不能等于 丢出一个out of brain 给他一个message 看你要什么message 就是 要用check的时候 就传给他 就会丢出 超出错 out of range 就是前面的条件 两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 就传回一个sharing point 2是指向的意思 这里是2 他是指针水雄2 这个解采式 2的vector 如果用红标 然后这就是sharing point 怎么产生的 这里就可以理解 有分别是用lock成员函式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对应到 有的话就会lock起来 那我觉得是 这到底怎么出 这里就可以理解 我可以用lock成员 就是wave point 有没有对应 有没有对应到的物件 有的话就会lock起来 不解细节起来 因为是使用了wave point 而不是 sharing point 所以不会去影响 Stromer的物件 只向那个vector的生命中 对啊 他生命中其实是sharing point 也管的不是wave point 所以他的时光也不会影响他 不会悟山 悟山他的物件 也可以由此防止使用者 使用者使用者 使用者使用者 所以他就这样 为了使用者使用者 演示的wave point 到底什么有用 这里就很具体了 对不对 不但可以 不会影响那个手指的物件 而且 也可以防止万一所指的物件已经不在了 而无需使用那个不存在的物件 那个幽灵物件 使得去存取 一个 一个不再存在的 幽灵 这里可以用幽灵 我们都说幽灵人口 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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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使得去选择一个 不再存在的幽灵 幽灵 幽灵 因为不再存在的物件 可以借由wave point log成员 暗示来代为检查 加以检查 不要代为 这一定就是 so 不再存在的物件 可以借由 大伟和再加以检查 不再存在的物件 none的指标 none指 它要码是一个none指 要码就是 它要码是一个none指的空指标 这定在一起 要码就是指向Streinbar中 waiter wapoint 要码就是一个 指向了Streinbar中 不是StreamBar中怎麼會有 也算了 要嘛就是指向了 StreamBar 的 應該這樣比較Data 所指向的 Vector 的 一個 前面已經有一個 要嘛就是一個指向的StreamBar Vector指向的那個 指向的那個Vector的Week Point 好囉唆 要嘛就是一個 指向了 Vector的指向 要嘛就是一個指向了 一個Vector的指標 指向了 一個指向了一個 指向了一個Vector 的 指向了一個Vector的Week Point 你看到處都道序重組 指向了一個Vector的Week Point 這個 換兩句話講比較起來 這個Vector就是 Vector 一個Vector Bar 行別物件 中 Data 指向的那一個 對呀 成員指向的那一個 Vector就是 一個StreamBar 行別物件中 這個 這個因為我們建構器是用StreamBar 來建構的對不對 所以這裡不能說一個好像某個不行 這個Vector就是 用來 出 建構 建構 就是建構 這個 Stream MyPointer 是 所 代入的 StreamBar 行別物件中的Data 成員指向的那一個 紅弱 對不對 Yoma就是一個 指向 Yoma就是一個 Yoma就是指向了 一個Vector的 Yoma就是一個指向了一個Vector的 Vector 這個Vector就是 在建構 這個StreamBar Pointer 所代入的StreamBar 新別物件 中的Data 成員所指向的那一個 是囉嗦 很清楚 另一個則是 Current Current 表示 現在 停留在Vector頭腦的元素 做他的縮影子 他是這個Vector物件的縮影子 代表目前所在 的元素位置 我們的這個指標 類別 StreamBarPointer 就像他的火彈類別 伴隨類別也可以 火伴伴隨類別 StreamBar就是 StreamBar的火伴類別 他是伴隨的 他還是有主蟲 先有StreamBar 還是會有StreamBarPointer 可見StreamBar它裡頭有個資料成員指向了 他其實就是一個Vector的化身 他是藉由這個他的Data這個資料成員做 做橋樑 用資料庫的 或者程式庫的Vector這個來作為Blob 前面看過他是一個容器 他假借那個來裝作一個新的容器 然後呢 最主要是他可以動態配置 然後 接下來再由StreamBar Pointer來指向這個容器到底是現在 元素的哪個位置 用 StreamBarPointer的Current Current這個 這就是Current的縮寫 現在的位置 元素的位置 我們這個指標類別StreamBar就像 所以他確實是這個指標類別 就像他的夥伴類別 StreamBar也會有一個 成員來確保 解參考StreamBar是安全的 這剛好我們用他的 可能是90級嗎 先來定義StreamBar 或者定義StreamBar 對他下定義 當企圖存取一個不存在的Vector元素時 StreamBar就會丟出一個例子 不存在的元素 那就是超過他的範圍啦 跟不存在的Vector是不一樣的 剛好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建構他的時候傳入的這個StreamBar物件 新別物件 我們幫他組結主要是翻譯 注意這個StreamBarPointer 這裡可能也要用 他用include應該就可以了 用這個 不一定要用frame 你frame是因為要用這個Private成員才需要用frame 比如說他這裡 有沒有用到他Private成員 沒有 有耶 所以這裡一定要frame 對啊 喔不是 frame不是他選稿的是StreamBar要frame 他是要認他是朋友類別他才能用他的私有成員 Private的資料成員 不是在這選稿friend 那也得了我要做你朋友我說了算 當然是你說了算 第一個監控器也是預設監控器 Before Construct 沒有引述 沒有引述的都叫 預設監控器 可他會初始化的current用零去初始化 那問題是另外一個waypoint又沒有初始化 沒有初始化你又有宣告預設是什麼 空的waypoint 前面有人想到空的智慧直升 第二個建構器 然後 第二個建構器 建構器的串列初始器 它是用 建構器的串列初始器 A 就是這個StreamBar的這個A這個形別物件的data成員來初始化 用他的sharepoint初始化 waypoint沒有問題 這個waypoint又會跟sharepoint 指向同一個物件 那current用sz這個 引述 出始化 那假如沒有傳遞這個引述他就會 用零 所以他 有個等於零要寫在尾端 預設的都要寫在尾端 只要有三個引述 另外一個也要是選擇性引述可以不傳入的話 也是要寫在尾端 這都宣告而已 他body沒有東西 主體本體沒有東西 然後 他有一個成員叫increment 這就是為什麼他能夠叫做指標 不是他叫point名字隨你取啊 可是他是所以可以號稱指標類別就是主要就是他有這個性能 指標的性能和特性 你沒那個特性你憑什麼 你這是虛有其表 前綴版本 前綴地生加價 應該是翻成 前綴版本的 遞針加價 我只要通過檢查 這個就會回傳一個指向vector的 sharepoint 那傳入的scii t 按 call string string 這是傳訊息 是Pirate 這個才是Waypoint 他原來是黑的我們給他另外取對不對 Waypoint 儲存一個Waypoint 利用他來作為一個底層 可能已經摧毀了指示 指示器 指標 這個智慧指標 不是用來管扣其手指物的繩子 而是用來檢查其手指 不見識回來 這有點文重重 這個智慧不是用來管控 其手指之物 的存費 所謂其手指 之物的存費 作費報費 生死 而是用來檢查其手指 指物 手指物件 可以 請做文寬一下 有物也是指物件 是否還在 Waypoint 當然 儲存的 這個變數儲存的一個 Waypoint 型別的資料 那 which means the underlying vector might be destroyed 這個東西 他既然儲存一個Waypoint 意思就是他底層的 Vector 他所指的Vector 可能已經被摧毀 被他 共用 與他共用 那個Vector 的那個Sharepoint 會 Sharepoint 是在Stringbar 裡頭 不是在Stringbar Point 類別 再來 可 這是另外一個資料成員 可是用來指示 Vector 目前 全元素的位置 對 Current Position 所以叫 剛剛我們講過 那是Current Current Position Within Aray 應該是英文版比我 什麼Array Vector 那他要把Array 當成一個類似 正列的一些 同質性的組合 群組 當然也可以啦 只要這個Array 不是專有名詞 對不對 不是 西語言裡頭的Array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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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發不好 奇怪 我記得是Array 又無音了 怎麼那麼快 怎麼一直破音 還得了 啊 故障率也太高了吧 Array 可能跟我錄這個有關 Array 不是Array嗎 Array 那這個Google的發音有時候不準喔 不要太明顯 總之都不要太明顯 要實事求神 我們今天才錄一個鐘頭嗎 我真的不相信 都跑去古文攻城 今天古文攻城好像講好多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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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Array 對不對 劍橋這個比較好 那是真的人發音 這個還是有點電腦智慧 好 今天套多了 宿舍架的時候也是 坎 坎的人不多 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入這坎 竟然沒興趣 何必加入啊 手癢 看到就加入 反正也不花錢 是這樣 好 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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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筆誤這要留的啊 不是罵人家 我改 我不能改英文版 我可以改中文版 綠色的建構器會產生一個 None的 Streambar 為什麼會產生一個 None的呢 因為Streambar 它這個本質就是這個 這個嘛 就好像 Streambar 對不起 Streambar pointer 本質其實就是Wave pointer 就好像Streambar的本質就是那個 Data 對不對 所以它取名叫Data 像這個資料庫一樣 資料倉庫 所以它預設會產生一個None 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它沒有給它出時器嘛 那沒有Case器你只有宣靠 它就是控制針 對不對 補充 我們小字就好 因為 沒有提供 出時器 預設出時器 預設出時器 因為沒有提供出時器 這個要看那個表就知道啦 前面那個表不知道多少 12至5吧 173 等等 就是Wave point的運算嘛 ABLE 對啊 Wave point 有沒有 這是一空的 那 UNI就不能是空的啦 UNI它一定要呼叫的時候要綁定一個嘛 它獨佔性的 與它指向的 UNI應該沒有空指針 沒有預設出時器 你一定要指定一個 好像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UNI 預設出時器 也就是 Wave point Share point 一樣 預設出時器 都是空指標 空的嘛 跟它這裡講空 6580 我們看 UNI COIN 對 對不對 唉唷 唉唷 這也是空的耶 尚未出時器 喔 不是空 它沒有預設出時器 欸 也是耶 不會吧 這還是空指標 欸 可以空指標 它因為它 它可以 對嘛 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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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還是 預設出時器都是空指標 也就是智慧指標 智慧指標 這樣背就好 智慧指標 預設出火啊 都是成為空指標 智慧指標 預設出火啊 都是成為空指標 對的 它其實 產生一個NONE的什麼 這個嘛 是這個 實際上 它的建構器初始器串列 會明確的將 可倫出始化為0 並隱含的將 隱含的 隱含的就是預設出始化 第二個建構器 則接受對 對你的一個參考 接受 這我竟然沒有改 已經改到 其一個選擇性的所影子 第二個建構器 則接受兩個因素 傳入 傳入 一個 是 對Stream的參考 另一個 是 選擇性的 引數 指向 Vector元素的所影子 另一個是選擇性的因素 指向 用來指向 Vector元素的所影子 為什麼會斷掉 沒有網路 突然沒網路 會否影響還好 沒有中斷嗎 沒有中斷 沒有中斷就好 沒有中斷 jum наз 沒有中斷就好 沒有中斷就好 另一個則是選擇性的因素 用來指向二者中元素的轉移 這個建構器 將 為快 初始化為指向某個 不是某個 傳入 用來建構 這個 Streambar pointer 裡頭的share所指的vector 裡頭的share 成員 所指 指向的vector 這個建構器將 初始化為 指向 用來 初始化為指向 用來建構這個 Streambar pointer的 Streambar 物件 理 share point data成員 指向的vector 並用S的值來將 代表 這是引數 Current的資料成員初始化 這裡我們使用了一個預設引數0 將Current 預設初始化為代表vector中的第一個元素 代表 代表 指向 也可以啦 代表也可以啦 因為解參考之後就是那個元素 來將Current 預設初始化為 而且它不是 Current 不是指標呢 代表第一個元素的位置嘛 所以它是縮影值嘛 每將Current出始化為代表 vector中第一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的位置 就縮影值 我們將看到 Streambar的end成員還是將看到 前面的更正 會用得上 SZ這個參數 準備休息明天要早期 我們看到 Streambar的end成員會用得上 SZ這個參數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無法將一個StreambarPoint細節至一個Const Streambar物件 這個限制 這種限制 是由於 這種限制只是因為 只是就好表示它不是一定的嘛 因為 在定義 這種限制只是因為在定義Streambar的第二個 建構器時 是 它所能 接受的引述是對形別為非Const的Streambar物件 的參考 一個就不用了 而不是對Const的 Streambar物件的參考 它一個一定就是我們前面不要再講 重複太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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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一個Streambar細節至一個Const的Streambar物件 這種限制 只是因為在定義Streambar Pointer的第二個建構器時 是 將它所能接受的引述 設定 為 是對 行別為非 Const的 物件的參考 而不是對Const的 物件的參考 所以你傳入的 這樣的 所以在 創建這樣的 Streambar pointer物件時 只能 傳入 非常值得 SIMBAR引數 那只要你定義的時候加了一個Const 對長值的 SIMBAR物件的參考那就可以傳入非常值的 是這樣而已 因為你 定義的時候是非常值你就不能傳入長值 所以你要傳入能夠細節到一個Const的話一定要定義的時候是一個 他的參數 定義為對長值的參考 不能對非常值的參考 要加這個關鍵詞Const Streambar pointer的check成員還是也與Streambar中的那個不同因為他必須檢查他都指的Vector是否很難存在 他會檢查就好 幹嘛必須檢查 他會檢查就好 他檢竟然寫 手部的檢 還真是筆悟 因為他會檢查 因為他會檢查 他所知 Vector是否很難存在 這個指標只想要是新的Vector是Stream Vector5件 回傳一個 指標這是他回傳的 這是他的名字 它是在類別區域外定義的 所以要加上類別名稱 才能把它當成是同一類的 所以叫範 範疇運算式 視為在同一個範疇裡 所以不一定要在大瓜湖裡頭 那個範疇裡頭 AUTO AUTO儲存這個傳回來之 當然就是sharing point 只要成功 失敗也是sharing point 只是空子標而已 這裡寫成這樣就好 可是這比較囉嗦嘛 因為你還要加上那個 它可以 指向的型別是什麼 所以它才用AUTO簡單名 用RET就RETURN RETURN它是用前面三個字 RETURN RETURN RETURN來記下 WakePoint這個型別 它叫用 來記下WakePoint 這個型別 好囉嗦喔 這個型別的 Streambar pointer 資料成員 WakePoint WakePoint 它叫用 叫用Streambar的成員還是Lock 幹嘛要叫用成員還是Lock 怎麼翻的 這Lock是WakePoint的成員怎麼會變Stream 這個型別的指標 去變數 用這個來記下 來存放 WakePoint這個型別的 Streambar這套成員Moracle 它叫用成員Lock回傳的結果 這個結果是一個Sharing point 型別的指標 用這個表拉式 來 你看 我那時候 品質很爛 來測度 來以測 用這個表達式來測度 WakePoint說只張Vector5-4否還存在 存在的話Lock 就傳回的不是非空子標 WakePoint是用Streambar 資料成員Data 來初始化 也就是與SharePoint行別的Data指向的是同一個無限 在此 這個無限是Vector 太多重複 如果回傳的指標為空子 N等於0 條件是 就會成立 空子標 他丟出一個Runtime Error 一個沒有經過細節的 一個沒有經過細節的 WakePoint 他是說這個 因為他的本質其實就是這個資料成員 他其實就是他的代表 所以他這裡就直接寫這個 類別 這個類別 指標類別的精神主要就是在這裡 他為什麼叫指標類別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指標類別就是Current 可以定位 好像指標會移動指向特定的這個元素位置 不一樣 你看這次我補充藥 你要記得 停入這個String Exception Standard Exception 很酷 有這個 他 表示要用這個Chat的ScreenBar 它是一個指標性別 並沒有指向任何物件 在這裡是Vector裡的 不是元素 絕對不是元素 Check只是檢查 所以前面我沒學好 在這裡是 飛騎元素 沒有指向任何物件 在這裡 這個物件是Vector 而不是它的元素 一定要弄清楚 指錯了 它的元素是藉由Current去定位的 不是Wapoint Wapoint指向的是 那個容器Vector 不要弄魂 真的是錯了錯了 你看我也不客氣啊 自己 不需要避諱嗎 有什麼避諱 沒有啊 那個物件細節在一塊 Spring Brub的資料成員行別為 指向的則是那個Vector 對啊 你看我那時候就弄錯了 指向的 是同一個 你看這都弄錯了嗎 是同一個 Vector 前面弄錯了 前面弄錯了 應該說之前前面以為是前文 之前我弄錯了 要改 這裡要改 回去改 啊 休息 10點了 470 你看我們還改中版版 這個人還改錯 啊 啊 如果我幹嘛開到最大 那就沒有在開最大了 這樣才看得到就是 哇 重來一點 最多你再拉開一點 其實 這也是錯了 你這也是錯了 本數你看那時候也標錯 對啊 並沒有指向 任何物件 之前我弄錯了 我弄錯了 測試感受 不要用紅色標籤 這裏 這裏這個物件 Spectrum 不是他的元素 因為他 跟他指向的是同一個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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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一般層次買的黑色 黑色一般層次買的黑色 還沒設定層次買的 就通過了以上兩個衣服條件式的檢驗 就可以放心 回程那個油 Port要用Lock成員還是 回程CiPoint 這個CiPoint和Point是指向同一個 Flat 對啊 也和 支援共享 要用Auto不然也要記得引用那個 IncludeStandard Exception 這個書上都忽略掉 這個前面我注定過 這一樣我們做一下 這個插花呢 Pointer Operation 指標用上 Operation 這是指說在插這個 Streambar下面 所以他這個要下一層 可是這個我們改中文嘛 Class S S Streambar Pointer 裡頭的指標運算 乘用函式 你要 bolts Pointer 我們今天先這樣 是每天讓我敬 amer enti 大家的夜幕吉祥,大會儘敬 下一次從四七五夜開始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早安阿彌陀佛 少少夜多念佛 繼續這個 七百四百七十五夜的學習 西家家 關於Stream bar pointer這個指標的印算 這是解參考的印算 這兩個都是陳永恆式 所以他是做一個公用的陳永恆式 讓每一個陳永恆式在用他之前要經過檢查 所以他才說這個是行別經過這個指針 指針行別經過檢查的指針類別 指標類別 指標行別經過什麼 指標有經過檢查的指標類別 其實他還真是指標類別 所以要讀成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不過你光是翻成經過檢查的指標類別也不對 其指標有經過檢查的指標類別 這樣才 應該才比較對 所以具體的資料 對啊 這就是那時候的領悟嘛 我就很感慨昨天下線的時候 你這個應該是你這本英文書 竟然是暢教書要教我們 結果還要我順手針自己來領悟 合貴給你 對不對 那我自己來寫就好了嘛 他也不講 我覺得教程式的老師 就像教國文一樣 你要給學生正確的觀念和方法 不能灌輸一大堆史記的知識 那沒有用 他的個性他的脾氣 就像一個指標 所以他才叫指標類別 不是說指標 不是說取個名字 否則我們都會外行的不知道嗎 噢 取個名字 有point 就叫指標 被他笑死了 在這個是 你看指標就是具有解參考 指標可以解參考之後 取得指標指向的物件 雕刻 再一陣推進 指標就是可以低陣推進 或地震倒退的物件 是不是就這個 他才會定義一個地震 他沒有定義地震 我們還自己定義的 前綴的 傳回一個 reference to a incremental object 指向的物件是已經被 推進 參考到已經 往前進 一個位置的物件 所以他這指標翻的也不錯啦 你要懂他意思 因為標是標示牌 指示牌 指示標字 整稱指標 指示標的指示牌 的省稱 有指示牌的作用 指示牌 給我們自立 像我們路上指示牌往哪裡走 對不對 看吧這時才出現m的 沒錯 前面還翻成什麼 我們已經看過了 還沒看過 這也 PDF1又 那這要錄 Google圖書版不同 當然啦 為了 要能夠存取data 這是Streambar的一個成員 資料成員 我們的指針 類別 所以你看他 已經 讀成指針類別 指標類別 必須 要 做下標運算 因為他這個data member 他是一個vector 假接vector 來做的一個blog 就會有一個 就會就是 會 有 You have to be a friend 好不好 對不起 半句斷錯 今天早上才 就 必須 是 因為他為了存取他 因為他是他的 這個 私有 這個可以刪掉 私有成員後面一定會 再翻倒 We will also give our Springbar of class Breaking 所以呢 In order 為了 中文翻譯這裡 一定還要加 所以 為了這樣做 所以 也會 也會 給我們 Streambar of class 再增加一個 Begin和End的運算 然後這些運算會傳回一個 Streambar的指針 去指向 所以可見Streambar本身也要用到 Streambar point 他一定要include 這是兩個類別定義的 所以你一定要 你不能用那個類別 他會傳回一個 Streambar pointer的物件 指向這裡是指物件喔 指向這個 他自己 他自己什麼 最後一個和第一個 所以為什麼 Excel 他自己 就是他代名詞 代Streambar本身 Streambar本身就是一個Vector Vector的End和Vector的Begin 他就是模仿Vector那個 有End和Begin的運算 不會吧 這才是新版我的 既版的就可以啦 既版的就可以啦 We will also give our Sprim Class FarClass Option 我們也會 他好像倒過來講而已 This member 這些成員 韓式呢 這兩個 其實這些就這兩個 只有提到兩個 翻成這些模擬 你看英文這裡反而跟中文一樣 韓呼氣斯啊 This two不是好嗎 所以不是光罵中文 韓呼 英文就不韓呼 翻成這些 代代翻成這些 要翻這兩個 就是 Begin和End 這兩個成員韓式會傳回 Streambar pointer這個指針 去指向 第一個 你看Excel這個講不清楚嘛 所以他這裡講得更清楚 The first or One past the end 或者End 這個End不是最後一個元素嗎 最後一個元素是後面的文字 在 你看 In了 這樣比較清楚 Excel誰看得懂 像我們這個生懂了 看得懂你在講什麼 那這個寫給行家看 他忘記他這個是primer入門書嗎 對不對 是不是Excel沒過嗎 我們看到有沒有戴這個Sprimbar 你把Excel把它保留 這樣還清楚 你講那個誰看得懂 對啊 所以 他這個修訂只是講更清楚 此外呢 因為Sprimbar SS的data member 他先講那個 他會選舉他的 私有的資料成員 這裡應該要講更清楚一點 這個private 對不對 你看 會是存取這個member Sprimbar We must also make 我們必須你看他原來這個 I have to 他改成must 我們標這個 讓他知道 他改成must 他接兩個壽子 讓這個成為 Sprimbar Sprimbar的bara 那要讓他成為他的朋友一定是要他認可 就要寫到他裏頭 邏輯不要錯 他在用have to 他在用 這個很好玩 Excel 對不對 代名詞代什麼你抓對了就會了嗎 抓錯了就看不懂 對不對 Excel 我們用這個顏色 因為這是在類別嘛 Excel 他這個還是沒有講清楚應該再加個私有的 我為什麼一定要成為朋友因為他是私有 Sprimbar的 Private Private 暫停一下阿彌陀佛 之所以這裡暫停實際有縮小空間 不必要的盡量能夠 當然不是簡潔盡盡量死進球 可是你如果好奇想知道我們暫停又發生什麼事 可以看臉書直播 臉書直播是沒辦法 直播是沒辦法暫停的所以什麼都會錄 阿彌陀佛 現在都不會忘了繼續 一回聲二回聲 好難怪我這裡標出來 這背書一下也是對 可是不需要 不重要 應該不會檢索 檢索這裡就可以 這裡中文版是照新版翻的 我們也賦予我們的Sprimbar 這就不用 因為我們會改他的翻譯 可見 是藉由程式庫 Vector 建構一個自訂 對啊 是藉由程式庫型別 來建構一個 來建構一個自訂 容器 尤其 是有動態配置記憶體配置的 尤其是不是尤其也不重要 Termar 尺奶 PDF 舊版 是需要錄 這不用 噴震神絲馬上噴震 我記號不上 改成這個 比較好 噢不信 噢可以進來 可以進來 主要就是這三個OK 了解到推進 其實 這根本不是 噢這個是 可不是這裡啦 是這裡啦 那時候可能推的時候 這裡就順便推過來 這個是 主態的這個資訊 我們 更改一下 網整的程式碼 應用了沒有定義的這個 Streambar 可以重複宣報 卻不能重複定 如果我此行者 Streambar 曾用到Streambar 就會 出手不一定啦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你前面一定是 沒有include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include 我們看Streambar 你看現在這個 連結更新之後就是可以直接進 Define include 你看你沒有include啊 你應該要include嘛 這怎麼會這樣 還沒有池塘 對啊 我竟然 我寫在一起勒 發現 那時候一直都搞不定 可能有沒有 石金雄應該有錄 好像include也不行 嗯 嗯 嗯 用了一個美兵 先保留吧 Friend 這邊也好 他已經是藍字了 Other member Other member 對啊他在新增兩個定義 一個是begin 又不是用第二個結構器 是哪用預設引數 這兩個都是用預設的結構器 其實不一定喔 因為他只是定義在這嘛 不是預設結構 預設 這錯了 預設建構器怎麼會 建構器 結構器 要改一下 是不是這也錯 又有 解構器 沒有啊已經蓋過 又有個建構器不是結構器 實在是用預設引數所以他是0 這只是宣告還沒有定義 直接有了這個有定義了 然後 然後 end也有 對他的什麼 否則你那個就沒有出實話 他 他有預設建構器 他有預設建構器 他用預設建構器 還能那個嗎 預設建構器他也是0 現在 現在 CPP這個還是有 建構器的地方 建構器好像我們都寫到那個裡頭了 真的 對真的 他這個可惜他沒有那個目錄 可以這樣瀏覽看比較用純 建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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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預設的他也用他 Make sure 去出紙畫了 所以難怪他 不會 因為他原來的這個是空的 可是他沒有那個 第二個建構器 這是我要測試的時候可能就用 Metal Mesh 空的就沒辦法測試 他是傳回 對不對 這是建構器 他會傳回一個建構器 建構器把他解參考 List 現在呼叫他這個begin的一定是Streambar 所以Streambar當作引述傳給他 沒錯 然後用第二個0 預設沒錯 然後這個List現在是Streambar List Streambar List就是Streambar 哇你看這個跨頁我就不知道 上去 List現在是Streambar 別弄錯 所以就把他做 所以他才會用第二個建構器 第一個是沒有給他Streambar 沒有引述的 嗯 所以他都有傳入引述嘛 他傳入引述 然後他沒有傳第二個引述就選擇性引述 所以用預設引述 喔有這個有傳第二個引述 池奈用預設引述 傳入引述是大於 不是大於是 容器vector size 比索引值多一號 多一號就是後面那個位置 沒錯 錯 上開是錯 這個是多一個了 直接在Streambar的方式 Streams令也是不行 新版的 新版的 就依次做錯了定證 This member can be defined 對呀 Until Defined 哈哈 沒錯 專業的竟然會出這個出來就太粗心大意 對啊結果定證之後 還是拼錯 新版 出版的急救 Treamb 竟然會不會停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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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才變動他的字型 這沒關係另外一個板子 資料成員改成這個有沒有 原來他是黑色 我們暫停一下上傳 阿彌陀佛 少照耶都念佛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所以這個StreamBar指向的Vector 有可能已經被 Share三首 這不要翻成動說那時候只為了 因為Vector並不會對齊相應的 並不會干涉 前面我們真穩真功加速你看我 我公信長 今天稍早 因為 因為 Vector並不會干涉 相應太籠統 與他並不干涉與他共享 Vector的Share Point 是參考參數 干涉就participate嘛英文是participate 所以這個StreamBar指向的Vector有可能 會被 會以被 有可能會被 Share Point刪掉 刪除 只要這個Vector 不存在 不在了就好 以就是有了的意思嗎 這是中文成的你看我之前改的也不是很好 只要這個Vector不在 那麼 在Vector無線上掉用Lux 也就會回傳 那麼 在 這是講比較詳細啦 好他行為VIP 在 那麼在 這個 這個上面要用Lux 成員函式就會回傳一個 所以用呼叫也可以 就不用成員函式了 呼叫Lux Soware就知道Lux 就會傳回 回傳一個 空的指標 可是是這個喔 這個星別的喔 也忘了他是他這個星別 是Share Point星別 我的星別是Share Point 7星別卻是Share Point 有了 這麼一來 如此一來 只要 就會 就會回傳一個資料 就不要這麼一來不要照英文我們講話不要被他拘束 那時候是為了配合 當Vector不在了 參考到這個 Vector的任何招貨當然都會失敗 所以 在檢查之後 就必須 丟出個例外 狀況 來做反應 並 中止 呼叫 對啊 呼叫check端的程式 因為他現在是用check來做 檢查 檢查 旁邊有不在參考到這個Vector的任何操作 當然都會失敗 所以 在檢查過後 會不會是一些刀子 那是一些刀子 看著一些刀子 那是一些刀子 這已經check就必須丟出一個 已經承認還是check檢查過後 就必須丟出 個例外 來做反應 狀況就可以小住 並終止 呼叫check端的程式 如果 NARC回傳了 並不是空指標 check就會 接著簡戀 傳給他的所影子引述 可以 這成員還是我們也用 簡單的 幾個碼就打出來 然後 成員4 就可以 三個碼 韓又不要打 就不會接著檢驗傳給他的所影子引述 就不會接著檢驗傳給他的所影子引述 如果 那個引述值 沒有問題 這個 這個引述值沒有問題 如果這個引述在容器之外 如果這個引述值大於容器 的大小 就是元素的數量 應該說大於等於 等於也不行 如果這個引述值大於 等於容器的大小 即元素的數量 切額就會回散 從Lock獲得的 小於吧 這個就會 回傳他從Lock獲得的 並順利結束 check 只要小於容器的大小 對不對 OK 鎖影子 後來他就不會回傳 這個 智慧指標供應 使用 順利正常 並正常 並順利 並 這句話就不用 並結束就好了 並結束check的執行就好了 檢查 拘泥 零文版 中文版 講的 必接觸 check的檢查工作就好了 並結束check負責的檢查工作就好了 這個程序 主要就負責檢查 檢查 指標 有效性 的工作 並結束 負責的檢查指標有效性 並結束check負責的檢查指標有效性的工作 沒有 指標運算 這就關係到為什麼 為什麼 指標運算 這就關係到為什麼是一個指標類別的 因為其類別具 被了指標 運算性能具有指標的屬性 沒錯 我們會在 14章 學到如何定義我們自己的運算 而現在我們則 會 透過定義名為 所以你看其實運算值還是韓式的一種 哎 哎呀 所以才能由韓式來代替 可見預算指人是韓式的一種 也是負責 在做 某些操作的 運算就操作 所以才能由韓式來代替 如果不同類的怎麼可以代替我們說借代格一定要同一類的 不同類就叫比喻 同一個東西裡頭 現在我們會透過定義名為 Referent 按 Incur 這兩個成用韓式 來對Springbar這個類別 這個行別的指標 物件進行解參考和逼真預算 應該不能說對他進行 應該是喔 來讓 來讓 行把這個 行別的指標物件 具有 它才是完整的一種 指標類別 來讓 Springbar 行別 這個就不用 行別的指標物件 具備 具備就是不會殘缺啦 完整的解參考和逼真 運算 運算子就是 所以才用運算子嗎 他當然要 運算子當然要運算 Operator 解參考成員還是 先呼叫check 會先 這裡倒是用調用調用check來幫助 檢查 確認對Vector的使用是安全的 確認對Vector的使用是安全的 這個都是遷就英文 Vector成員韓式 會先調用check來幫忙 檢查 指向 Vector Vector的 指標 是否有效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 指標是 是 WavePoint也可以啦 SharePoint都可以反正指向是同一個 而Current 這個是 這個老不一樣 這個作為該Vector 的資料成員 這支也沒超過 對啊他會先掉了 減少指向 減少指向 Vector的指標是否 有效 且 Current這個作為 該Vector所影子的資料成員 的指 是否 也是個 有效 的 所影子 以便怎樣 作為 下標運算之因素 對Vector 以便作為對Vector 對Vector 下標運算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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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對啦 其實不對啦 要比大小還要減1嘛 並沒有超出Vector 能對應該說 並沒有超出能對Vector 做下標的大小 才對 做下標運算的大小 這個下標在前面出現 所以應該給他 Ereven他傳回的是 Streambar 解參考當然還傳回的就是 他指向的元素本身 長子 因為他只是解參考他不會 更動的元素值 所以要是長子的 成員還是 解參考P後得到是check回傳的share point 對 對 回傳的share point指標 物件P所指向的那個 不要讀 整句話要一起讀 解參考P後得到的是check回傳的share point指標物件P 他所指向的 那個 那個Vector對 是Vector不是元素 然後對他在做下標對這個Vector 有示範的 來自行為 對 這是 對 是 對 對 我們 來揮船 所以他為什麼是String 咦 這什麼多一個String 這是錯的啊 怎麼會這樣 我打錯了 我是複製的 不能加S啊 解參考你看我們程式碼絕對沒有S嗎 Check 沒有 喔不是S是這個 傳回的是 參考 所以他不是S 沒錯 錯 這應該是那個中文版 現在是475 475 475就是 475 497 對 有沒有 這也錯了 叫車果然是中文版我們複製中文 那他 帶回船 對他的參考 所以他是船子 船子的方式 左直是船子嗎右直是船子 對嗎 對不對傳子運算子的運算可以是含詩 此事項或左直嗎 誰的我 誰的哪一個語言 誰的 CPP C++ 左直嗎 我們載入這個好了這個是 那個 這是哪一個分子 Page474的分子 這個不用儲存 問你要不要儲存 不捨棄 Page474 怎麼沒有 看遠方的應該有 有4666的分子 有466 有466 我們看進來之後 我們看他裡頭 是他的運算 結參考 結參考 他這個黑子 取得其顏色的G-Stream Symbelian 來回傳對他的看好 對這個元素值的參考 可見他是傳子 也就是你回傳參考之後 你外面要對這個元素做什麼操作 改變的話 他就會影響他元素值 只要回傳一個副本 可能就不會影響原來的 所以應該是你回傳 除非你只是圍獨的 只要你要對他更改 一定要回傳傳子 否則他沒辦法跟回來 回原來的VAC 懂不懂 你懂他原理其實就很好理解 不要死背 我上一次改我那個VB2程式也是 你懂他傳子 傳子 左直 右直 傳子俗稱左直 選檢查 如果Check通過 如果通過Check的檢驗 而沒有丟出例外 如果通過了Check的檢驗 而沒有丟出例外 P就會接收Check回傳的值 這個值就是一個SharePoint SharePoint指向StreamBar物件所指的Vector 也就是這個Vector是由這個 循環與這個要用Dereference 而且是在建構這個StreamBar物件 Vector是傳入的那個StreamBar的Data成員 所指的Vector 而且就是在建構這個Vector 因為你現在是對這個StreamBarVector調用Check函式 StreamBar Point裡頭的那個WayPoint Check裡頭就調用它的WayPoint的Lock WayPoint 我是陸套 這一個Way Alright 暈算是 這一個暈算是 這個 這個 暈算是 會先解參考 先因為他刮起來 會先解參考那個shaper 來取得vector 並使 對 這個 取得的vector 使用下標暈算字 來截取 起對應的元素 作為 回穿子 注意啊回穿桌子 因為他是參考 對 究竟? 這期期對應的期位於 Current這個索引詞 位置上的元素沒錯 這樣就比較好 這是我們 自己試 真正推進也對呀好賤喔 根本沒有推進他其實下標運算 所以他把這個 所影值加1嘛就好像推進 你要加2也可以啊 VTIN一次推進一個 解餐考試推進原始 根本耍花樣嘛你不懂就喔 懂了其實根本都 尹克爾成員行為也會呼叫 Check來先做檢查 這個標題為什麼說行別經過檢查的 指標 類別 前綴版本回傳指向地震過的物件的一個參考 對呀 原版這樣說會誤導人其實這個 這裡的 Stream Point並沒有真的地震過 只是他的資料呈現 對呀Current 然後再用這個Current做縮影值來對 Stream Bar Point所指向的Vector來下標 如此而已 其實 並未避震 根本就沒避震 在一個指定位置去下標 下標印上我們前面的關聯式容器 這個是循序容器 那關聯式容器它是說它是經由 健子來存取元素 跟循序容器最大不同 循序容器是用 所有影子存取 所以關聯式容器沒有所有影子 它有健子 健子就是你一個 Key 就是符合這個Key就是我們 這一次循序容器的時候他做了 智慧檢查科 我們那時候用那個韓式 成員韓式好像就不知道怎麼對比較對 對不對 關聯式容器它沒有那個鎖影值可以下標 它是 找到某個健子來做定位 對 符合某個值的那個健子 其實所謂 翻成健子是非常不妥當的 應該說關鍵字 符合某個指定的關鍵字或指定條件 藉由指定的條件來做下標 懂不懂 它不是藉由數字或者位置 來做下標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 最後結果還是下標嘛 只是下標 通常現在這個sup square 是好像下標一個數字 就元素所以叫循序容器定位元素的位置在哪 然後關聯式容器其實也是定位元素的位置 只是個 它不是藉由 數字或者位置 去數它的位置 而是藉由它 元素含有什麼值 就是key 這把鑰匙這個關鍵 來 那個 取得他要的那個元素和東西 我要準備出門 然後 等下9點就上班嘛 要開個車去 然後 稍微晚一點要準備出門 阿民陶寶 少早也多念 我 這裡告一段落我要出門 剛剛說那裡要訂正 空間哪裡沒訂正 空間 忘了 啊我知道了並不是 為什麼並不是那裡 這裡也弄錯 弄錯了 它其實指向的 不管是wapoint和share point 指向同一個 空間 說 嗯 嗯 真的嗎? 揮船指向遞增過的無限力 這就是做檢查 就無法地震它 如果可以的話就地震 不行就這裡就中斷 作為模擬推進目前元素 位置用的數據 其實只有作為下標運算值 的運算 元素因值必增加1 作為下標運算值的運算元 也就是 Vector的所因值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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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加1 余稱歷史 因為你現在是在他身上呼叫 所以傳回歷史 在他呼叫就是在哪個物件 歷史表示在哪個物件上呼叫的稱量漢字 物件的稱量漢字 然後他就 回傳 入到別山考 回傳這個不見 我看這個就很賤 你看這個就很賤 用這種取巧的方式 這我看不用 不用 如課本只寫 等於後面的表達是不是不行 他會說他會丟回一個東西 希望你把它存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傳到著或者寫一個AUTO 只是我不寫AUTO 明明知道他傳回的是share point 這是騙人的 這是騙人的 這應該說4 應該加個4才對 為了推進 就是騙人的 合作 對不對 For advancing 對嗎 應該是這樣 For advancing current state 好奇怪 Current state好奇怪 Current Element比較對 對啊 是標紅色表示我們改過英文 對 可是很奇怪 推動目前的元素 推動目前的元素好像很奇怪 還是保持state 因為我們英文不好 然後 因為有了 有了 有了指標才能有那個嗎 對啊 有了指標才能有那個嗎 有了 Stremebar point之後我們也可以 再給 我們 Stremebar 類別 提供 額外 兩個 開始 開始 運算 有按的兩個開始 和 運算 運算 這些都是 可呼叫物件 運算就是操作 Begin會 迴參一個指向 Streme中第1個元素的 Stremebar 通回可貼 N的車回穿 指向 Stremebar 因為他其實是假戒的VET 所以他本身也是容器 最後一個元素 會回穿 一個指向 他其實就是假戒 VET 所以為什麼前面都談Vector 這裡談 Stremebar 其實Stremebar 就Vector P上了一個羊皮的狼 其實指示 實際上 實質是假戒VET 的容器 最後一個元素 的後面那個位置的Stremebar 他會回穿一個指向Streme 最後一個元素 後面那個位置的Stremebar 一個指向Stremebar最後一個元素後面那個位置的Stremebar 要完善 Stremebar和Stremebar Point 這兩個 夥伴類別的關係 除了這些設計外 因為Stremebar Point會用到 Stremebar的私有 資料成員PIRATE Stremebar 因為一定所以啊白話文尤其 文言文還可以省 白話文尤其因為 然後不講所以嘛幾乎都一定要配上所有 所以我們就必須 指定 我們必須得將 Stremebar Point 指定為 Stremebar的 一個frame 這樣才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就必須得將Stremebar指定為 Stremebar的一個frame Stremebar Point指定為Stremebar的一個frame 所以夥伴 類別其實就跟夫人妮美有關 可見夥伴類別 就不用猜行了 然後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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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成為夥伴的人大概都脫離不了flame的關係 要用flame的關鍵字去把它註明出來 這個也不能忘了 就不必加x x 插在這裏 類別名稱,而不是,還是名稱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用複習嗎 這個是照翻,不重要 回傳3bar pointer來指向3bar中vector的第一個元素 或者3bar的第一個元素就可以 其實他是中的第一個 回傳3bar pointer來指向 也不能說來指向 回傳3bar他是指向,他是才對 他指向的是,我們換句話說 他指向的是3bar 中的vector的 超出最後一個 最後元素一個位置的地方 他指向的是 他指向的是 Vector的最後元素,後面那個位置 這個還比較好 不要被他們拘束 他指向的是3bar的 最後元素 最後元素 最後元素,後面的那個位置 這些成員可以先宣告 但必須在 對呀 但必須在這兩個都定義好之後才能加以0 他先宣告 我們才定義 好正好 練習 差不多了 因為我還有準備行李,不是馬上就出發 少照夜多念佛,等一下我們就從這裡繼續開始 康律普少各位朋友大家,我們阿彌陀佛 少照夜多念佛 繼續 習家家的自秀 一樣從四、七、六、六、月開始複習 開始複習 九十幾 這就是定義版本的Streambar,並使用四張的翻譯訊號 按定義 Begin and 這兩個成員暗色,來更新你興趣那 Streambar類別的定義,這個其實翻的可以喔 好,這是我的 這是定義 原來是我該寫過的 這個我們就略過了,之前寫過了 你看這個 前面練習12.2可能跑掉了 12.2 刪掉了嗎 真的 這個我們就 移除超人節 超人節死了 要的話 我們再做就好 可能前面 那個 還有Define Define我在學 鄭宇翔老師那個習家家入門 他有講他Define你後面還可以再接 比如說 Define 這個等於1,以後他看到1 他就會認得1 那他這裡Define可能就是說我定義這個 讓那個 西家家前置處理器 看到這個就會認得 如果還沒定義這個就定義他 不要偷擋 我可以重複宣誇 可是不能重複定義 這很重要 嗯 哼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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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我們後來變到同一個這個標投黨之後 還會有這個問題 這很重要 這下class就會當作 換次來編移 7928 02697 你行別別名定義行別成名 對啊,還有一個東西叫Type Member 這個跟剛剛那個Define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我是這樣記啊,就是省略了二省 將這個定義為後面的 將這個定義為一個某個字 比如說,假如我命名一個名稱 再給他一個字,他就好像一個常數 我的程式裡頭 至少在這個檔案的範疇裡頭都可以用 帶來一個初始器串列的 Stream型別初始器串列的 其實我們那個 文字查詢還是程式 我們是從哪裡來嗎 就類似這個 對不對,其實你就把 文字存到這個容器裡頭 只不過 存進來的是 每個字所在的行號 再把這個行號 存到set裡頭 它就可以排序 其實在 MAP裡頭 MAP 它就已經排序 可是因為我們是 要記 某個字在哪些行號 出現後 所以 它是會排序 可是就是 我們要 思考 不然你用 預設的一般的MAP 那個是 箭子是不會重複的 咳咳咳 長指的 長指的就是COS 這應該 這是注文 長直的就是靠直的 它會成為一個 Stringbar Poeta 去指向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元素 那這個元素當然就是Stringbar Stringbar它其實就是一個指向 Vector String元素為String的Vector 它藉由這個Data 成員去指向 所以你指向是無效它就會丟出一個例外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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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 那它本身是指標性別嗎 對啊這個還要考究一下 現在這個還不知道 唯比是如此 唯比是如此 夥伴的指在那邊 是不是就要放在同路 這個還不知道 只有 6個喔 今天不堪一點喔 昨天總圓圓圓圓滿滿 然後就 看一眼真的不敢閃閃 Stringbar Point 第一個進入第二個進入其實用一個Stringbar 對Stringbar的參考 而且是非常值得參考 所以他只能接受非常值得Stringbar 這是我們自己定義的前進版本的Decorment 對不對?Corment只有Incurement 我們自己設 前綴版本那個 鄭宇翔老師講沒用 還是他們老師講的 前綴就是表示先加再用 因為前綴是寫在辯書前面 所以先加了 當然那個S 可是你看我們的課本 所以Primar講的就比較不好 傳回來像死被一樣 我記得那時候學 還是我們看中文翻譯版 我想中文翻譯版 除非翻錯都是中語原文 我就說前綴的傳回的是 那時候我們還要被 搶回來是加完之後的結果 後綴版本是 搶回來是加之前的結果 對不對? 那就叫我們廢的 可是你看鄭宇翔老師講那個 所以版本他先寫加加再解變數 意思就是加完再用 加完再用不就是 這樣很順嘛 你看著那個符號 你知道怎麼解讀 加完再用不就是那個S的字 你看那個英文版 還是我們這個Primar 他還是傳回的 S傳回的字 那麼洛索 或者S用的字 那先加再用 那先加再用 一定他就是加過一用 就是要錢再把護家 就是先用的再加 這是非常好的觀念 那些人愛困 應該很晚 今天到此為止 對阿 指標這個智慧指標 不是用來防靠去 說字 我的生死 而是用來檢查起說字 或 檢視不害生 沒錯 看來只有自己翻譯了 我覺得好順口 沒得再改 可是我之前自己 翻的也改了好多 真的很難說 翻的好 真的是沒辦法再更動 再戰一次 是用來指示 沒有全元素的位置 應該 應該是說 Curring是用來 對 就是做定位 他要操作的這個元素 做定位 的那個子 因為我們把這樣表達 也都 我覺得都不是很好 另外一隻 是目前元素的位置 應該說想要操作的那個元素 是哪一個 Curring 就是做定位 對 對不起你看看 這樣還是用array 就要誇張 原文版有些錯的有些 我的表述不恰當 原文版就是自信檔 還有界面檔 CPP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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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師了解智慧的勇氣 又藏語焉不響 他叫 用 叫用就吊用 呼叫 Streambar Point的成用還是Lock 當然不對啊 Lock的成用還是Waypoint 怎麼會Streambar Point 他就要用他的成用還是Lock 他就要用他的成用還是Lock 他的成用還是Lock 他的成用還是Lock 我會想你解錄 這個解錄是Lock 是Lock 這個解錄是Lock 這個標法是 來測度 來測度 來測度為幻縮指向能革 對KERRY物件是同樣存在 是由408資料成為BETA的抽象 他就跟他共享 分享了他的 動態配置物件 就是SharePointA 流性的 應該說強勢性比較好 可以強勢性的共享自由 可以強勢性 再一次這個物件是BETA 如果我會參加NONE指標 當然就是 等於零納非零 就是True 所以他會之前被 調電視標的成本 2是EGOS的零 或者說True主要是非零的都是True 在今天看那個正宇翔老師的影片 他就來 想要有一點進度都沒辦法 再趁就是想要有一點進度 再趁就是想要有一點進度 困擺著 明天這裡繼續吧 旋住這裡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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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